富人眼泪流不停 亚塞拜人轰炸和亚美尼亚有主权争议的纳卡 引爆万战大逃亡 第一批来自纳卡的居民抵达亚美尼亚 高龄的长辈还有年幼的孩子都惊魂未定 民众哽咽说不下去 不少人历经轰炸劫难死里逃生 和家人开心重逢 亚塞拜人上周发动24小时 闪电军事行动 夺回纳卡地区的主控权 纳卡区政府为了避免被种族清洗 将12万人口迁往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总理将炮口指向俄罗斯 口中说的外部安全体系 实际上就是指俄罗斯 他暗示从亚塞拜然高调发动攻击 将改变亲俄的外交路线 甚至已经加注已经对俄罗斯总统普钦 发布通气的国际刑事法院 TVBS新闻 郑波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